Hello大家好,我是阿思 我又回来了 真的是非常抱歉 我上一支视频的结尾跟你们说很快见面 但是这支视频我知道隔了很久才发 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忘记我 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拍视频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天气实在是太差了 因为我一直都是在北方长大 然后在北方读书什么的 所以我现在生活在南方 我真的是没有经历过梅雨季节 真的没有经历过这么令人情绪低落的天气 就每天早晨起来就是阴天 要么就是一直在下雨 虽然今天还是阴天 但是我觉得如果再不过视频 大家就会忘记我的存在 对,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两个月一次的爱用品分享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半年就已经开启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我近期用到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以及少量的雷品 那这次的视频主要是一些比较日常 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彩妆很少 我最近虽然也有在化妆 妆容用的全部都是同样的产品 我在想说大家会不会想看一期 持续在用的一些彩妆品是哪一些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 那真的就不多说废话 我现在就直接来跟你们分享吧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CeraV的身体乳 之前有在那支购物分享的视频里 跟你们简单的讲过它 当时我使用的时间是比较短 可能就三四天的样子 现在的话我差不多用了将近一个月有了 它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清爽的乳液质地 非常非常的轻薄 像我现在夏天使用 我完全不会觉得它厚重油腻不好吸收的感觉 滋润度也非常非常的好 我现在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我现在的皮肤真的就是比之前柔软细腻了很多 因为我本身是干皮 我之前不是说过它完全没有味道吗 但是其实它是有味道的 只不过可能当时我没有仔细闻 非常非常正常的那种成分原料的味道 因为它的质地真的非常非常轻盈 又有一定的滋润度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干皮 这个就非常适合去做日常的身体护理 然后一个额外的发现呢 就是我以前没有涂身体我的习惯 所以皮肤就很干很干 感觉角质层也会长得很快的那种 我是每一天都会洗澡 但是差不多是隔一天搓一次澡 这样的洗澡频率我每一次搓澡都还是会搓出来 大家懂吧 就是那种 可是自从我开始坚持每一天涂身体乳 皮肤就变得比之前滋润细腻了很多 所以角质也不太长 现在我搓澡的就真的是搓不下任何东西了 有感觉自己变得更干净了一点 然后下面两个是我近期很爱用的 科研室他们家的这个洗发水和护发素 这个洗发录呢我之前在科研室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有送过我一组旅行装 我每一次短途旅行的时候都会带着用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所以就想说可以直接入手正装 那这款呢是氨基酸洗发水 我真的觉得它用起来比我以前用的洗发水要温和很多 因为我本身是干性头皮和发质 所以我对洗发水的要求就是 既要洗得很干净但是又不能太干燥 那很多时候干性头皮的洗发水 它为了做到滋润都会洗完之后让你觉得很油 而且头发也会很塌 但这款用下来我是觉得 它真的可以把我头发洗得很干净的同时 又不会让我觉得我的头发变得很干涩 是那种水润的感觉不是油润 而且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 它洗完之后还会让我的头发看起来很蓬松 我的头发是前天晚上洗的 因为刚才出汗稍微变得有一点疼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蓬松的吧 它里面是有添加椰子油的 所以它闻起来就是那种奶奶的椰子香 而且它作为一个洗发水流香时间真的很久 我是在前天晚上洗了头嘛 那我刚才录视频之前把头发放下来的时候 都还是闻到了一股香香的椰子味 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头发香风之类的产品了 然后我还搭配了这个同系列的 安基椰香护发乳 那这个里面它是有添加像 丝光安基酸 椰子油和牛油果油 这些高保湿的成分 所以可以帮你改善你的头发 干燥分叉这些问题 那总的来说这个系列我觉得它做到了 清洁力不错的同时 又很好的兼顾了保湿力 换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的丰盈 然后带着健康的光泽感 如果你是偏细软的发质 想让头发看起来更加的蓬松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这款洗发水 然后下面给你们分享一个 我最近很爱的香风蜡烛 我是点的只剩下一个底了 这个品牌呢 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 它的这个大的包装 这个小的呢 是他们的礼盒妆里的 这个香味在这里 我查了一下 这个是地中海香风 我对香气的喜好都比较专一 比较喜欢偏木质 植物香调 这款它的香调也是有 我最喜欢的 像是雪松松木 以及舍香的香味 可是它的前调里 也有柠檬百香果 还有无花果 这种比较偏果香的味道 所以这款它闻起来呢 就是一个比较 夏日感 比较少女感的那种木质香调 像我冬天比较爱的一些 木质香调和花香调的蜡烛 我在这个季节去点 真的会有一种窒息感 可是这款它就是闻着很清新 不管是在客厅点 或者是我很喜欢在卧室点 它都是很适合的 那下面一个最近的爱用品 这个 其实上一支口红视频 有跟你们具体讲过吗 因为这支视频讲到的彩妆 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这两支真的 就我最近使用频率超高 随便出门就把它们丢在包里 搞脏了或者怎么样也完全不会心疼 像我上一支姑气的口红 真的就是在心里安慰自己 没关系把它塞回去还能继续用 可是还是会觉得心痛到无法呼吸 今天的口红依旧是这两支叠图 一个温柔一个活泼 反正叠加在一起会很显气色和肤色 然后它这个唇泥质地 我上一支视频是在手上试色了一下 看起来会很干很不均匀的那种 但其实它上嘴之后真的是蛮均匀的 色彩非常非常的柔和 如果你是爱雾面唇有的人 一定会喜欢它就不多说了 然后下面一个我近期很常用的是 这个Uni Skin 他们家的洗面奶 你们看用量就知道真的很常用 这个洗面奶是很久之前 他们寄给我的公关品 并没有让我推广 我觉得过去了这么久 他们应该也已经忘了有我这个人了吧 它这款也是一个氨基酸洗面奶 所以我是在早上用 也是没有任何的味道 跟这个CeraV的身体乳一样 都是一个简单的原料味 然后它的口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密封性还不错 我把它用完了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氨基酸洗面奶 也没有添加任何额外的香味 我觉得对我这种干性敏感肌来说 是比较友好的 它的清洁力很不错 你用做成洁或者是晚间洁面 我觉得都洗得挺干净的 也不会在你的脸上留下那种假滑的感觉 然后下面一个产品是这个 依旧是看用量就知道我最近真的用很多 这个是这个品牌 YOOHO他们家的蒸汽眼罩 用空了三盒 第四盒里面还剩下五片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用掉的 还没有蒸 就想说可以在视频里给你们看一下它长啥样 就是这样一个很可爱的皮卡丘 其实我不知道我戴上是什么样子 因为反正我也看不到 其实我以前也没有用这种蒸汽眼罩的习惯 前段时间我真的睡眠质量很差 我是那种睡觉的时候一点点光线都不能有的人 就想说试一下眼罩吧 然后就一发不可说是每天晚上都用一片 它这个蒸汽眼罩跟我之前买的就是常规款的那种 蒸汽眼罩相比的优势在 这个蒸汽眼罩呢一般都是那种头戴式的 就是固在头上 我是一直潜意识里都觉得我的头是不算大的那种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戴那种头戴式的眼罩就觉得很勒 我感觉整个脑袋都会勒得疼 没有办法整个晚上一直戴着它 这个蒸汽眼罩它是用挂耳式的 这个应该是叫五纺布吧 很柔软而且是有一定弹力的 挂在耳朵上真的不会勒耳朵 不会像是戴口罩 时间长你就觉得耳朵很疼或者怎么样 这个不会就一直都是很舒服的那种 它的发热功能就是我觉得也不会说很烫 那我是每次习惯在睡前把它打开之后 先放一会儿 让它处在一个温温的状态 在戴上是最舒服的 真的离不开这个眼罩和防噪音耳塞 然后是最后一个爱用品了 是这个 这个品牌的定妆喷雾还蛮火的 有看过很多美妆博主在用 我不是一直都特别特别喜欢Urban Decay的那个定妆喷雾嘛 我觉得它们两个给我的使用感真的 95%的相似度 它是有那种保湿款和控油款以及我买的这个新娘款 这个新娘款呢就是适合所有的肤质 既不是说特别的保湿也不是说特别的控油 就是起到一个让你脸上的妆更加融合 就把所有的粉状产品都更融合的一个效果吧 它喷出来的物就还算是比较细的 跟Urban Decay那个喷头差不多 它的味道竟然也是跟Urban Decay基本上完全一样 大家都说有个那种口水味嘛 反正我觉得真的是差不多 但是它的性价比会更高 它会比Urban Decay更便宜一些 干皮现在夏天去用很适合 近期爱用品全部都跟你们讲解完了 剩下两个是要跟你们分享的雷品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两位幸运儿是谁 Hourglass的定妆喷雾 之前购物分享的视频里面 我跟你们说过了 它真的是灾难 虽然说它这个喷头极其好用极其细腻 但是里面的东西不好用 你喷头做的再好有什么用呢 它整个喷上之后就真的是很油 像是这种正常的定妆喷雾 喷在脸上 就是它有光泽感 但是它的光泽感比较的自然 然后也没有说毛孔 特别特别明显 但这个它就不一样 它喷上之后那种光泽感 犹如镜面反光一样 而且超级超级险毛孔 就真的很像是出油 我之前有一次拍跟品牌的合作照片 我男朋友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去补个妆 你的脸看起来很油 我当时整个大震惊 想说你懂什么 我才刚化完妆 我怎么可能脸上看起来很油 然后我就去把相机拿过来看 真的看起来我的脸好油 我去照镜子再次确认了一遍 我就赶紧去用那个蜜粉重新去把它的光泽感全部盖掉 然后再去拍张 所以就是油肌千万千万不可以买 肝肌如果你想让你的脸看起来很油光正亮 也可以买 应该但是没有人会想让自己的脸看起来油光正亮又写毛孔吧 对 No 下一个雷品 是这个New Bra 它真的不好用 而且性价比极低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的胶 它里面的胶你在用完取下来的时候 是会黏在你的皮肤上的 而且如果你的手碰到了这个胶 然后 就会把它戴起来 它里面的胶就会被搞得坑坑洼洼的 反正就是很恶心 如果你不小心就是让它这样折叠黏在一起之后 那真的就是灾难 它的整个胶会被戴起来 可能有一个部分的胶就会变得很薄 有一个地方变得很厚 而且它也很不好打理 它说是要买它那种专门洗这个New Bra的洗剂 那我又去专门买了一瓶New Bra的洗剂 好像是100块钱的样子 它这个外头是这种布的材质 所以每次你用完清理 它就要晾很久才干 我就去淘宝上买了这种硅胶的乳贴 那这款呢 因为我也没有用太久 我就用过两三次的样子 所以就没有把它放到这个爱用品里面 跟你们讲 但是也还是简单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 这款它里面的胶就是很光滑 而且绝对不会黏在你的皮肤上 但是黏性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这款就算你把它折叠起来了 再撕开 它里面的胶也不会被损伤 这个材质你就直接用清水去冲洗 然后稍微把水晾干就可以再继续使用了 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 而且很好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介绍到的内容 也希望之后的天气会变得好一点 然后应该也会变得更加勤快一点 会经常跟你们见面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还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键三连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